MING PAO CANADA LONG MING PAO CANADA LONG MING PAO CANADA LONG 最近稍微把头发剪短了一点 看起来有没有比较轻松 我已经有点久没有卷这个强度的头发 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 刘海的部分 因为我的头发呢 它是这样子圆地长下来的 然後我嘗試了非常多這種方法 但是很常時候都弄得很醜 我其實每次去弄頭髮我都跟髮型師 我偷偷在觀摩他們怎麼弄 但回到家還是不會自己用 OK 你看 我現在就這樣直直的下來了 電訊 我現在這樣一夾可能下面也會有朋友說 你這樣夾不對 不知道 我也覺得感覺好像不太對 我下次真的去剪一個奇音霜 是不是非常簡單 HELLO EVERYBODY 今天呢是三... 今天不是三月 今天是四月了 OMG 時間都去哪啦 今天其實是一個蠻特別的日子 應該也算是我 應該也算是我 就是直牙中的一個小小的里程碑 那就是我們今天要拍一個企劃 是跟就是台灣的歌手跟香港的歌手去一起拍這樣 有一點點小小的緊張但還是蠻期待的 然後晚上要去聽五月千里演唱會 你們現在是不是已經見證我聽了三場的演唱會 快點給我一點鼓勵 我以前是從來不聽演唱會的人喔 快點 今天呢我想要很快的來做一下這個 What's in my bag 其實我其實 我不知道你們啦 但是我自己最近其實很愛看一些 就是那種很OG的內容 這個是之前影片也有出現過的 那個BV的ARCO包 其實到現在它還是我就是非常喜歡的一個包款 但你也看到我其實把它 stuff到一個極致 之前不是很流行那種小廢包嗎 但是我最近 啊又有一種感覺 那個大包的那個train又要回來了 我之前其實一直都覺得它蠻好看的 然後我有去專門店就是試杯過 那第一是那個時候沒有遇到喜歡的顏色啦 然後第二個是我覺得 我覺得價格有點太高了 所以呢後來我是在那個 Vestia Collective上面 我就滑就是在找二手的 我就擺了那個notification嘛 過了好像兩三個月之後 就碰到一支 我覺得欸 感覺整個你知道condition都很不錯 然後我就跟賣家談了一個價錢之後 我記得那個時候好像是9000多塊的時候 入的 所以其實比市價便宜了大概三分之二吧 那其實還蠻常會問我說 我的東西在哪裡買的 如果想買奢侈品的話 其實有不同的選擇 你可以去專門店啦 你可以去二手平台 或是你可以找代購 我自己是會在一些可能depreciation 比較嚴重的品牌 我就會選擇二手的 之前也介紹過Vestia Collective啦 那VC是一個來自法國的 國際二手時裝平台 他們上面有非常多的brand 然後最低是以零售價的三折就可以買的 那如果你有在買二手包的話 你可能會很care說這個包從哪裡來 那他們有很多貨源都是來自歐洲跟日本 或者是你可以選擇在搜尋的時候 他們有一個tag 就是香港 那你就可以直接找到在香港的賣家 買賣過程其實真的也非常的簡單 然後同時你還可以跟賣家講三次價 那大家如果有看到喜歡的 然後確認購買之後 這些東西就會先從賣家那邊 送到VC的驗證中心 確認真尾之後才會再寄給你 我自己在上面買過幾次 然後我也有試過去驗包 那其實都沒有遇到什麼問題 過幾天4月28號VC就會有 全年最優惠的一次活動 全場會有上百萬件的二手名牌大減價 那如果大家用我的promotecode 就是VCXCYNDIA的話 只要首次購物就可以再有九折的優惠 那我會把所有的資訊都放在下面的資訊欄啦 好囉 就是大家買東西的時候就可以多一個選擇這樣 好 Are you ready for the OG content? What's in my bag? 首先第一個就是我的錢包 那其實這算是一個卡架來的 因為我其實沒有很常用現金 所以我比較不prefer帶一個很 bulky的錢包到處走 那這個就是一個LOEVE的扁扁的卡架 我非常推薦這個款式 如果大家最近有想要買錢包的話可以考慮一下 然後這邊還是有一個pocket裡面可以裝現金跟一些 就是發票之類的 再來是我的眼鏡盒 那大家都知道我的眼睛之前有一點受傷嘛 那我現在戴一起眼鏡的原因是因為我今天有比較重要的拍攝 不是我拍但是我知道我想要呈現大家的感覺 you know 我還會隨身帶這個眼藥水 因為我的眼睛非常容易乾 然後很容易就是很累 所以我通常手上還是會帶一個人工淚液啦 或者是眼藥水就是隨時幫眼睛補充一點滋潤 再來呢我有一個小小的髮券啦 那其實這個我通常都是戴在手上做一個裝飾用的 我最近養成一個習慣就是會帶三種不一樣的tissue 這個是正常的tissue 就是你知道你可能撒了東西啊 或是吃完飯要擦嘴啊就會用這個 那另外一個呢我會帶這個濕測紙 那這個其實我不是用來就是上廁所的時候用的 而是因為它會帶有一些消毒的那個成分嘛 有時候可能碰到一些油油的東西 我用這個擦會比用面紙擦還要有效 然後再來呢這個我之前也有提過 大家知道這個是什麼嗎 它其實也是面紙但是它specifically 就是給鼻敏感的人醒鼻涕用的 這個是來自日本的一個品牌 然後我記得在Donkey也都可以買得到 那我之前去日本就是瘋狂的囤貨這個 因為大家都知道我鼻敏感非常的嚴重啦 所以我通常都會帶著這個就是在身上 那用它擦是真的會有差別喔 這個的話是真的就是柔軟非常的多 如果你背門甘然後一整天都在醒鼻涕的話 It works like magic 講到鼻敏感我隨身還會帶這個 鼻敏感的藥喔 再來呢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我有三支唇膏在我的泡泡裡 第一個是3CE的這個磚紅色 Smoke Ropes 不過它有一點點乾啦大家可以斟酌一下 然後呢再來這個是我之前有合作過的 我嘴巴上面也是這個顏色 SHU URIMARA的BR793 給大家看顏色 它也是一個比較咖啡磚紅色 也是我自己本身非常非常喜歡的一個顏色 最後一個呢是我最近又重新愛上的 Ponfort的唇膏 100EQUIS I have no idea 這個呢也是向嘴唇之後會看起來非常有氣色的一款 大家有沒有看到我喜歡的就是這種 土色、玫瑰色、磚紅色的這個色系 這三款我都覺得擦起來非常的好看 Chanel的Ultra Le Tint 它是一個Cushion Foundation 這個是我自己買 然後我自己也回購了至少三四次有的一個粉底啦 原因是因為它真的在臉上非常的light 但是看起來皮膚會很好 但因為它的妝感偏輕痛然後遮瑕沒有那麼高 所以我覺得會比較適合你想要清新一點 或者是臉上沒有太多瑕疵的時候可以用它 Hand Sanitizer of course 那香水的部分呢 哇剛好都是Chanel的 它沒有sponsor我啊 都是我自己買的 Chanel Chance這個香水是我人生中第一罐香水 這個也是我只帶用了有沒有十年啊 那我平常帶在身上的是像這樣子的旅行妝 然後同一個味道呢我也買了這個Hairspray 因為我對於頭髮的味道就是非常的敏感 再來呢也是跟香氣味有關係的就是這個 先來擦一下我今天還沒擦 它有點太TMI了 Mint 這個也是我背包裡面一定一定一定會有的東西 再來就是我的AirPod啦 這個我很常要打開檢查一下裡面到底有沒有AirPod 有沒有試過那種就是一打開AirPod 發現裡面沒有東西的時候 那心會就是這樣 這樣掉一劫 再來就是一個 什麼叫什麼 充電寶 行動電源 尿袋 最後的最後就是我的鑰匙啦 你看我最近買的Baby Yoda的LEGO 好可愛喔 它好醜 它好可愛 它是醜可愛 我現在東西收收 然後準備出門去公司 spend the day with me Let's go I love you 換拍上一次也是拍攝之前我在這邊印東西 然後拍Vlog 這是我們這一次出的題目 這也是我們第一次做 就是不同地方的人一起玩遊戲這個概念 我就先print出來 就可以給那個藝人的經紀人他們 也手上的東西這樣 我還在做什麼 幫手 天啊 我自己的名字照片 我是醒 我啊 他不及到我的名字 我啊 C型基居 D基居C C型基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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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最近也在練一個語言後話的 和上端湯上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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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好分數就是我們的 超一天了 然後下一次我們在拍照時間 我在奥山生意 所以大家也要拍照可以找我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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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拍照的阿肌在這邊還沒開 你自己的表現是 我覺得我八分了 我也拿了不少分數 那我比你想要我七分好了 郭芬辛苦了 辛苦了 郭芬 今天總共有幾個麥克風? 八支麥克風 五部機 Andy 兩支不算很多 不算很多 三天三夜不眠不休 不吃不睡 你已經下班他開個Club 對 所以第三晚了 那他來搭個照 OK 好 這個是不是麥克風 今天拍攝很春意 我買這個是給我自己的獎勵 可是他有點貴啊 二十四塊 我平常買大概十八吧 哈哈 竟然買竟然 在九龍的話應該十八 在中換二十四 我們現在準備去看五月天的演唱會 然後呢我們剛剛 因為東西太多了 我就拿了一個袋子 然後我就這樣邊走 然後邊收東西 然後我就撞到柱子了 好可怕 現在是晚上的一點半了吧 今天非常非常順利的完成了我們港澳台音樂友誼賽的拍攝 那這次的嘉賓呢就是有告五人跟白安 然後對上我們這邊是Alfred 然後Roberto Elka跟Kitlin 其實我自己非常緊張我前幾天就有點stress 就是睡不太好 原因是我之前比較少跟藝人相關的合作 然後我又一直在想各式各樣的scenario 例如說如果我們出的題目會不會太難或是太簡單 出來的節目效果會不會好呢 就是這個東西就一直在我腦海裡面就是賺啊賺啊賺 今天非常順利的結束了 所以在這邊放上一個我們工作人員的大合照 就是非常謝謝大家 我剛剛晚上去了五月天的演唱會 然後我現在講起來可能很多人都不相信吧 就是五月天辦了這麼多場演唱會 然後這是我人生就是第一次聽五月天的演唱會 我必須說五月天的歌真的陪伴了我 度過了你說童年也好 然後少年也好 到現在可能比較青年的這段時間 就你想想看它二十多年來 就基本上就是我的人生耶 今天看完的一個想法就是哇真的每一首歌都太有回憶了 但是因為他們的演唱會的場內是不可以拍照跟錄影的 所以我就沒有拍到什麼太多的clip 但是我其實覺得這也是好的啦 不會一直把就是focus放在你的手機上面 而是你可以真的非常的投入在那個演唱會裡面 投入在每一首歌裡面 最近水腫超級嚴重 我來抱怨一下 你們可以跟我抱怨一下嗎 就是最近天氣也太熱了吧 最熱給我快要到三十度欸 我的天啊 我的衣櫃已經有換季輪了 但是我還沒有準備好把我的長袖衣服收起來好嗎 我還想要再多穿一點hoodie 然後最近呢我開始prioritize 就是my social life social呢其實比較僅限於就是我熟悉的朋友 就是我今年有一個個人的目標 是我想要好好經營我自己的這個社交圈或朋友圈 那並不是說我要去哇就是參加很多活動啊 幹嘛幹嘛 但我會想要跟我覺得值得的人或是我自己 就是視作好朋友的人 就是spend more quality time with them 我後來發現就是欸 其實跟對的人相處的時候 我不會覺得那麼的dreaming 而是我可以就是比較自在的去分享一些我的事情 並且得到一些反饋的時候 我覺得這是我自己非常需要的一件事情 喔然後還有一個我很常被問的東西 我最近有開始用一個睡覺的app 因為我之前有分享截圖的ig story 就好多人想知道 這個是我就隨便找 然後發現是apple recommend的一個sleeping app 叫做這個sleep cycle 大家有看到嗎 sleep cycle 其實它是可以去有點像是track跟分析你睡眠的品質跟狀態 還有你在睡覺的時候會不會打呼啊等等 它還有一個功能是要會錄下你打呼或是說夢話的那個聲音 大家如果有concern的話可以評估一下啦 但是我自己是覺得ok 我昨天還不到50 對因為我昨天只睡了4個小時 剛剛我的app已經提醒我說你該睡覺囉 然後我也真的閉上眼睛大家就可以 10分鐘內就可以睡著了 那今天的部落就到這裡了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掰掰 大家現在立刻馬上給我去聽五月前的歌 拜託